我们来看以西节书 上次我们读了第一章,整个看过一遍 但是,它的属灵含义,我们还没讲完 上次我们有说,神让以西节在这个被鲁之地,看到天开了 神的宝座就向祂显现 看到祂一抹非常奇特的意象 这意象里面,其实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基禄伯 第二个是轮子,基禄伯旁边的那个轮子 然后,第三个是看到宝座,神的宝座 它的意义呢? 基禄伯其实是代表背负神荣耀的 神坐在祂的宝座上 好像当神出巡的时候 祂好像坐在那个轿子上面 帮祂抬轿子的就是那几个基禄伯 所以,基禄伯他是天使 但是,就我们属灵的含义来说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他 他是背负神荣耀的使者 今天用在我们个人身上 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也是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 我们就好像是当时在旷野里面 那个祭司是扛台约会的 刚才约会的 所以,神的荣耀、神的同在在我们的身上 这样的一个角色,它有什么特质呢? 我们上次就看基督伯的特质 接着的轮子,轮子是象征神的道路 就像说,我们可以用一片的红叶来代表秋天一样 一样,我们可以用轮子来代表道路 这边我们就看到,神的道路有什么样的特点 最后,我们看到宝座 宝座就象征神的同在 所以,我们就是要省思哪一方面呢? 基督伯让我们想到祭司的条件 轮子,会让我们想到,他们以色列人,他们被掳 就是被掳的命运,跟神的道路有什么关联 然后,神的宝座就相当于祂的同在 他的同在,如果我们看到神的宝座,神的同在 倒是,如果是在耶路撒冷看到的话 并没有什么特别 但现在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 以西节是在被掳之地,看到神的宝座 这一点是让人很意外的事情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这个事 上次我们有提到说,基督伯它有四个连面 四个连面,代表说,一个担负神同在的器皿 祂所应该具备的四个方面的特质 祂向着仇敌,是像狮子一样,是勇猛得胜的 向着人,祂是温柔体恤的 祂就像辅助卑微的人 所以当天使向人显现的时候 你不是看到他是一个狮子的脸 你也不是看到他是一个牛的脸,或者是鹰的脸 当你看到天使的时候 天使都是用人的形象,向人来显现 让人感觉到他是比较可以理解我们的 所以,一个神的器皿 身上有神荣耀的器皿 祂向着人,是温柔的,是体恤的 就像主耶稣,主耶稣向着人显现 不像是在旧约的时候,耶和华化 这个是充满了威严 祂是非常柔和谦卑的 向着工作,我们应该像头牛一样 是坚韧的,是劳苦的 向着神,就像鹰一样 它是敏锐的,向着对着神的一切灵你的事物 对,向着神的引导,对于神的指示 我们是非常敏锐的 因为我们的眼目一直盯在祂的身上 是属天的 属天的,我们不是看着地上的事物 我们里面的眼睛,一直是举目望天的 就像鹰一样 因祂可以常常举目望天 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说 圣徒的一些特质 有精兵,有祭司,有工人,还有心腹 心腹也是常常无时无刻 都是在心里头眼目的是看着主 这个就叫做基督国的四个脸面所代表的含义 我们也看到基督国的腿 它直的,然后脚掌好像鸟毒之蹄 灿烂如同光明的铜 直的之下,它是人的形象 脚掌如鸟毒之蹄 表示说,它所走的道路是洁净的,跟世俗分别的 然后,它又用蹄来踹鼓 就表示说,它可以把贵重的跟卑贱的 圣的跟俗的分开来 同是预表审判 那就表示说,他们是对着这个世俗实行审判的 他不会跟这个世俗同流合污 本来是定这个世俗的罪 基督国的翅膀 翅膀上面两个是相接,展开来相接 下面两个翅膀遮体 两个翅膀相接,就表示说 他的服饰是重视跟别人的佩搭 不是个人秀 所以,你要跟别人要接在一起 展开翅膀,就是你在服饰 服饰的话,需要跟别人佩搭在一起 下面两个翅膀遮体,是表示说 它有所隐藏跟收敛,它不显扬自己 这两个翅膀不用的话 他就没有发挥他所有的才华 那这样子人说,哎呀,好可惜啊 如果他就四个翅膀都拿来背的话 多快,他速度加倍 但是,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原则 你会觉得说,主啊,我可以更多的 用我的才干来服侍神 但是神有的时候,叫我们要收敛,要隐藏 你就觉得很不明白 你看这个图,这个是《但依里书》第七章六节 那时候,但依里看到一个异象 其中有看到四头兽 其中有一头兽,这是第三头兽 它是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还有四个头 这是指什么呢? 这个原始后来讲希腊帝国 希腊帝国的特色是什么? 它有四个翅膀 他就讲到说,亚历山大那时候行军神术 只花了八年就征服了天下 他讲到说,他的速度之快 超过其他的帝国 有四个头,讲到他亚历山大死后 帝国就被四个将领瓜分 整个帝国分成四个部分 所以,这头兽就讲到 后来亚历山大帝国的兴起,跟分裂 他有四个翅膀,跟基督伯很像 基督伯也是四个翅膀 但是基督伯有两个翅膀,是用来遮体的 这个不是,他是四个翅膀都用来飞翔 所以,当一个人的能力,充分发挥的时候 你就看到说,他可以八年之内就征服了天下 但是这是人的力量,神今天使用我们的话 我们也要知道,就是说 什么是神要我们做的,什么不是神要我们做的 我们也要知道说,在神的旨意当中 行动,或者是安息 这是一个属灵的功课 我们知道,都要学到的 不是说,越多的发挥就越好 不是,神不喜爱马的力大跟人的腿快 所以,要知道安息在主的里面 另外,基督伯中间有火 这个是讲到说,我们一个跟随主的人 我们里面也要有圣灵的火,在我们里面焚烧 主耶稣那时候,跟姨妈吾斯的两个门徒讲话的时候 那两个门徒说,他刚刚跟我们讲话的时候 我们里面不是感觉到好像有火在烧一样吗? 所以,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就像是一个烈火一样在里面燃烧 所以,罗马书说,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事主 里面一定要有这个火热,圣灵的火在我们里面一直燃烧 这个是一个,你如果要承担神的同在跟荣耀的话 最要紧里面一定要有这个火 所以,这个是关于基督伯的意象 今天,我们要开始看这个轮子的意象 这个轮子是轮中套轮,是很特别的 这个是怎么说呢? 他在以细节书第一章,第15节到16节 他说,就会帮我们读这个 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 见活物的脸庞,各有一轮在地上 轮的形状和颜色,原文是作法,好像水仓玉 这个轮子,它的形状跟颜色,好像是水仓玉 什么是水仓玉?不知道大家怎么知道 翻成,如果英文的圣经来看 它不是用同一个字来翻译这个词 这个不同的版本,Tim James,还有New American Standard 都把它翻译成,翻成burrow burrow 是绿宝石的意思 就是下面这个样子 NIV,还有 Strong's 的原文字典里面 它把它翻译成topaz,是黄玉的意思 它是黄色的 Amplified Bible,它是翻成chrysalite 这是橄榄石 橄榄石有不同的颜色 他们一般认为说,可能是黄色的 所以,这个是水仓玉,所谓水仓玉的样子 是这个样子 好像看起来,它有什么特别吗? 这三个看起来,都是有些透明 圣经里面,还有其他地方提到水仓玉 像大祭司的胸牌上,有十二颗宝石 其中有一个就是水仓玉 另外,在雅各里面,良人的两只手 它怎么来形容? 它说,像是金管镶嵌着水仓玉 然后,但以理,它看到一个天使 这个天使,其实就是神的儿子 他身体,好像是水仓玉 所以,我在觉得说,这个水仓玉 应该是比较是黄色的 因为,如果神的儿子的身体,好像是绿色的 怪怪的 良人的两手也是一样 应该是黄色的,比较合理 新耶路撒冷的十二个根基呢? 其中有一个也是水仓玉 所以你看到,这水仓玉都好像是蛮积极正面的 那,轮子的形状跟颜色,好像水仓玉 那到底是表示这个轮子是怎么样子呢? 我们说轮子,其实可以让我们想到道路 所以,当我们看到基督博旁边,活卧旁边的轮子的时候 让我们可以理解成为神的道路 神的道路有怎么样的特点呢? 在启示录15章第3节说 主神全能者,你的作为大灾,起灾 万事之主,你的道徒意灾,成灾 你的道徒, your way 你的道路是意灾,righteous,或者说just 成灾,true,真实的 神的道路,神的旨意,是意的,是真实的 另外,在罗马书12章第2节说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所以,神的旨意有什么特点? 神的旨意就是神的道路 是善良的,是存全的,是可喜悦的 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 神的道路,或者神的旨意,都是公义的,都是美善的 所以,他用这个水畅欲来形容 水畅欲也是透亮的 所以,感觉上,应该它就是表达公义跟美善的概念 接下来,他说这个轮子 他说,这几个基督伯,他们去各自往前行 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 然后,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够直行,并不掉转 这个基督伯,他有四个脸 所以,他不管往东、西、南、北,哪一个方向走 都有一个脸是向着前方的 所以,对他来讲,他没有所谓的后面 对他来讲,没有所谓的旁边 任何方向对他来说,都可以是他的正面 这个轮子也是一样 这个轮中套轮,它可以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都可以这样执行 所以,对这个轮子来说,它也不需要转弯 它都是往前执行的 我们看这个,如果说我们现在要从A到B这个地方去 可是A跟B的路线中间,有一座大山 现在,我们要从A到B的话,要怎么个走法呢? 一定要只好绕过这座大山 从A这样,绕过大山,再到B 这是从我们人的观点来看 所以,你一定要转弯的 但是,如果从神的角度,或者从基督伯的角度来看 他从A到B,他一路都是执行,再执行 为什么? 因为,到了该转弯的那个点 他就换另外一个连 轮子,换另外一个方向 换另外一个脸,换另外一个方向 对他们来说,这个是不是转弯? 对他们来说,不是转弯 对他们来说,还是往前 所以,在神的GPS里面,祂就是一路执行 祂不会一位置,因为前面这里有座大山 祂需要去回避它 甚至于说,有的时候在走那个路,试试看 这条路不通,只好退回去 然后再走另外一条路,看看 就是人在找路的时候,迷路 在找路的时候,有时候会碰到的现象 但是,在神来说,祂不需要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神祂预知一切 所以,祂根本知道说,中间会遇到什么事情 所以,对祂而言,不会有什么 因为这个计划行不通 以至于被迫改采其他方案的情况 一切都在祂掌握当中 所以,基督伯是按着神的旨意行动 所以,祂行走,祂不必转身 不管是往任何的方向,都是往前执行 没有调转,没有退缩 那你说,OK,好吧 你这样说,那又怎么样呢? 祂这样子没有调转,没有退缩 表示什么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看 这件事情说明了什么? 在人看,以色列王国了 以色列王国,神好像失败了 因为神的旨意,神的计划是要以色列国来彰显祂 来实行祂的旨意 结果以色列现在失败了 失败了怎么办?神就很懊恼 神就在想说,好了,那现在要想办法补救了 然后,要怎么个补救法? 不是 祂说,这个轮子,不论往哪边去 它都是往前执行 就是说,虽然以色列人,人会错,但是神不会错 这句话,我们常常会说到 就是我们说,碰到一些人,碰到一些事情 碰到一个医生,这个医生结果误诊了 我们非常生气,然后懊恼 但是,我们会提醒一句话,就是说 人会错,但是什么?神不会错 医生会搞错,但是神他不会错 我们怎么样,还是在神的旨意当中 神是我们的阿爸天父 所以,因为有些人好像是亏负了我们 做一些事情,好像是让我们吃亏了,然后不会 不要担心 人是会错,但是神不会错 所以,在这件事情也是一样 以色列人,好像失败了,但是神不会失败 神的旨意,也不会受打岔 还是一直往前的 所以,神要把基督,把救恩带到这个地上来 虽然以色列人好像失败了 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不知道前途如何 但是神的旨意,确实一直的往前 即使以色列人亡国被掳 这也是在神的旨意当中 神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失败,才被迫改采B计划,Plan B 不是,这些都在神起初的计划当中 祂都知道这一切,祂知道人会失败 所以,祂后面所安排的,都还是在祂原始的行仪当中 所以,就像是说,神不是因为亚当犯罪,才筹划救赎一样 不是亚当犯了罪了,神来想说,糟糕,怎么办 好,祂就只好派祂的儿子出来,为我们赎罪吧 是这样子 不是,根本在神还没创造天地、宇宙之前 神就已经知道,这些事情会发生 所以,祂在创造宇宙的时候 祂就已经预备好,让祂的儿子 要将来为祂所创造的人类,来赎罪 总而言之,从这个圣经里面 其他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亚当犯罪之后,神的救赎计划 祂不是临时起义的 祂不是突然后来想到,找一个补救的方法 创造之前,就已经计划好了 你会觉得说,亚当可惜他犯罪了 他如果不犯罪的话,今天更好,其实不会 其实这些都在神的计划当中 而且神的这些计划,比起原初 没有出现这些挫折,是要更好的 神后来这个计划是更好的 所以一样,当你看到这个轮子在那边行走 往四面都会执行的时候,不掉转 我不知道,神是不是这时候在暗示这些含义 因为,那时候写以西吉,他看到的时候,眼花缭乱 他可能不会想到这么多 但是今天,当我们在仔细默想这些异象的时候 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神在这个地方要让他 不管是往哪边去,都可以执行 不需要掉头,不需要退后 祂都是一直往前的 所以我们的神,都是一直往前 祂是一直得胜,一直往前 接着,他说,至于轮网,高而可畏 四个轮网,周围满有眼睛 这个轮网,有人就说 这个其实,它是讲到轮圈的意思 所以,这个眼睛是在这个轮圈上面 你看这个轮圈 所以,这边你根本没看到什么轮网 所以,有人这样画,画这个轮子上面 眼睛都在这个轮圈上面 这个旁边有四个基督伯 这个基督伯,我们不是说它是翅膀跟接着翅膀吗? 不过,有人也翻译说,这个翅膀伸出来 它是往上伸出来的 所以你看,它这边的天使划成往上 但是,我是觉得说,应该是四个相接比较合理 因为在四圣所里面的基督伯也是翅膀互相接触的 这整个轮子,意思就是这个轮子非常高而可畏 很大的一个轮子 很大的轮子是什么意思? 我们说,这个轮子如果可以代表神的道路的话 这个很大的轮子,就是表示什么? 这个道路非常的高大 这个轮往高而可畏 就意味着这个轮子也是高而可畏 暗示神的道路,乃是高而可畏的 所以,在以圣亚书55章,8-9节说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我们刚刚说,如果你用一片红叶来象征秋天的话 红叶本身,它有一些什么特点 其实,可以反映在秋天上面 以夜而知秋 一样,就是这个轮子 它轮子的一些特质,它是高大的可畏的 在这边,它就在暗示神的道路是高大,是可畏的 是指的什么呢? 我想在这边可以特别指的说,以色列人用贝鲁 这是神高而可畏的旨意 是超过人的理解 所以主说,祂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祂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 这个道路怎么有高有低吗? 因为它这个道路,这个是神的道路 神的道路是高而可畏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看到,用这个轮子,它的特点来形容神的道路 然后眼睛,轮网的四周围,蛮有眼睛 另外,在以西结书第10章12节 它提到,不止这个轮子上面满了眼睛 连基督伯本身,他的连背带手和翅膀,都是满了眼睛 所以这个是轮子的特色,还有基督伯特色 他们全身都满了眼睛 轮子上面有眼睛,是什么目的? 你在这个轮子上面有眼睛,是干嘛? 就是要看路,对不对? 轮子是要行走的 轮子上面有眼睛,就是要看路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要寻找道路 寻找道路,它要充满了眼睛 什么个看法? 其实,他身上有这么多眼睛 我相信第一个是要用来看主 因为主就是道路,我觉得道路是真理生命 主耶稣就是我们的道路 所以,当今天我们要寻找人生的道路,人生的方向的时候 你不是到图图馆里面去找 你不是去看路上的指标,你买个GPS或什么 你要找人生的道路,你要来看什么?看主 主就是我们的道路 当你在那边更多的看到主,跟主相交 听到主对你说话的时候 你就找到人生的方向跟道路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找这个路 要更多的来靠近主,亲近主 然后,基督伯全身都是眼睛 这个轮子,它上面都是眼睛 这个眼睛,你要想说 神让这个轮子上面有眼睛是什么? 是说,等到神给他说 好,你们现在要去哪个地方? 然后,路怎么走?自己去找 所以,他那个轮子上面,需要全部都是眼睛 他要帮上帝找路,不是这样子 第一个,神都知道路要怎么走 所以,这个计划在神的心中 所以,他们要看主 主的一个指示,他们就知道 这个路怎么走了 所以,诗篇123篇第二节说 看,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 死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 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 直到祂怜悯我们 我们对神的态度,应该就是这样子 我们一直的看着祂,一直看着祂 然后,好像是要看 像这个死女的眼睛 望祖母的时候,是干什么? 是盼望她,给她恩典吗? 其实,最主要是要看她的指令 那个比较难干的死女 她跟祖母久了 祖母只要一个小动作 她就知道,这个女主人她要什么东西 所以,她不需要等到这个女主人开口 她只要在那边一直看着她 看着她的手,有什么动作 她马上就会去遵行她的吩咐 今天我们是神的仆人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不是等到神的指令 神的命令,如雷灌耳了 甚至于,你如雷灌耳还没听到 还要拿个鞭子,从头上打下来 你原来上帝是要我做这个事情 我们这个就是很愚昧的仆人 我们应该像诗篇里面的死女一样 她就一直看着这个女主人的手 一直看,一直看 然后,神那边亦有什么样的指令 亦有什么样的动作 我们马上就catch,马上就去遵行这个指令 这个会让神多欢喜 基督博士跟神最靠近的天使 所以,他们身上有个特质就是什么? 全身都是眼睛 一直看什么? 不是看四周围 有没有人要来攻击神 哪有谁敢讲 他们最要紧的是看神 一直看神 然后,神那边亦有什么样的行动 要他们去执行 他们一看,马上就知道了 所以要看 而且,当他们看着神的时候 他们里面就被神的荣耀充满 神是全宇宙最荣美的那一位 当他们看着神的时候,他们自己都被转换了 自己被神改变,被transform了 所以,这个眼睛是为了要找道路 但是,找道路第一个就是要看主 主就是道路 第二个,这个眼睛也是象征神的眼睛 所以,他不是只是看神 他也在地上看,找人 找这个人 为什么? 因为神的路是在人的身上 神今天在这个地上 祂从A到B,祂要走一条路 祂这条路,其实如果只是一条物质的路 那你是要从温哥华到纽约 从纽约到北京,从北京到台北 如果只是要找一条物质上的路 你说,我要先去看一看,这个路要怎么走法 这个都是很低层次的 其实对神来说,都不是问题 物质上,地理上要从哪里到哪里 祂今天要找的路,最难的是 祂在人的身上找出路 今天神如果没有办法找到合祂心意的器皿 神在地上就没有路 神一定要找到合祂心意的器皿,来执行祂的旨意 神在这个地上才会有路 所以基督伯的身上,还有轮子的轮网上面,充满了眼睛 就是说,轮子是讲到神的道路,神的旨意 他们要往前去,需要有许多眼睛在那边找那个路 这个路在什么地方? 不是在山上,不是在海里,不是在地上 是在人的身上 他一定要找到合神心意的器皿 他才会在这地上有路 所以,历代之下,16章第9节说 耶和华的眼睛骗查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 神的眼睛骗查全地,在找什么东西?在找路 这个路在哪里? 就是在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身上 神可以在这些人身上,显明他的大能 要帮助他,当然是帮助他们 没错 但是,在这些人身上,神要找到他自己的出路 所以,轮子上面为什么要有眼睛? 第一个,我们要来看神 第二个,这个轮子的眼睛,象征神的眼睛 在地上寻找和他心意的器皿 所以,在地上有人愿意来回应神的呼召 有人愿意来顺服神 神会不会知道? 神他知道,他就在找这样的人 神非常的欢喜,要找到这样的人 所以,主耶稣说,我们要祷告什么?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神的旨意怎么样能够行在地上? 就要找到有愿意的人 愿意让神的旨意行在他身上的人 藉着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才可以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所以,最要紧的是,能够找到这样的器皿 然后,接着他说,您往哪里去? 活物就往哪里去? 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的旁边上升 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 这边有讲到灵 灵跟轮的关系 这讲到说,今天我们身为神儿女 今天我们在地上要遵行神的旨意 要走神的道路,很重要的就是要随从我们里面的灵 这个灵往哪边去?我们就往哪边去? 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有的功能是什么? 就是要引导我们 他在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说要往哪边走 他让我们行在神的道路上面 所以,加拉太书5章18节说 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 英文是说 But if you are led by the Spirit, you are not under the law 如果没有圣灵的话 我们都是按着地上的一些规条,一些规定去做 但是,当我们里面有圣灵的时候 我们就超越了这一切 超越了这一切,好像是石板板的这些规条 但是,这里的秘诀就是要 led by the Spirit 要被圣灵来引导 所以,这个轮子,它要怎么走呢? 它是被里面的灵来引导 第二个,圣灵在我们里面,也给我们加力 圣灵有能力,让我们能够行在神的道路上面 所以,同样,加拉太书第5章16节它说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英文是说 I say then, walk in the Spirit, and you shall not fulfill the lust of the flesh 你们要在灵里面行走 在灵里面行走 这时候,你们里面就会有能力活出神的圣洁的新生命 那时候,你们就不会去随从肉体 就不会顺服那个肉体的私欲去生活了 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有力量走在神的道路上? 怎么样有力量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呢? 就是要借着圣灵,要walk in the Spirit 所以,这里头,我们看到很要紧的是这个灵 这个灵跟轮子之间的关系 就是,轮是被这个灵所来带动、掌控的 被它来引导的 接着,我们就看到第三个是看到神的宝座的一项 神的宝座,祂是说,在他们头上的穷座之上有宝座的形象 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的以上,仿佛有人的形状 他说,这个上面,这个在穷座 穷座就像是一个玻璃盖子的上方 这个是神宝座所在的地方 仿佛有一个宝座,仿佛蓝宝石 蓝宝石是什么样子,就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蓝色的 有的是浅蓝,有的是深蓝 总而言之,就是天空的那个颜色 他说,看起来像是蓝宝石 神的宝座的颜色,就是个蓝宝石 蓝宝石在圣经里面,有提到好几处 一样,在大祭司胸牌上的12颗宝石当中 这有一颗就是蓝宝石 还有在雅各当中,就形容良人的身体 就好像是象牙周围,镶嵌蓝宝石 信耶路撒冷的12个根基里面 其中有一个就是蓝宝石 跟刚刚那个水苍蝇,都有一些类似 另外,在出埃及记 神在西乃山向他们显现 长老们在神的面前吃喝 他们就看到,神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 如同天色明镜 所以,这个是神的宝座前 祂也是蓝宝石 蓝宝石是象征什么含义? 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 蓝宝石就是象征属天的意思 是完全是蜀天的,是天空的颜色 然后,是跟地质相对的 然后,就看到说 坐在宝座上的 从祂腰椅上,仿佛有光耀的金金 周围都有火的形状 又见祂,从祂腰椅下,仿佛有火的形状 周围也有光辉 所以,坐在这个宝座上面就是神了 神的上半身,像是光耀的金金 你看英文的话,就是光耀的金属 什么叫光耀的金属? 下面这个图就是一个,从炉子里面加热之后 一个光耀的金属,可能是铁 铁把它加热之后,它会发光 成为这个样子,非常的炙热 所以,这个光耀真的是 你从实体上来看,它就是真的会发出光来 然后,上半身,四周围都有火 下半身,腰以下,也都是火 周围也有光辉 所以,看起来像什么? 我觉得看起来像太阳一样 太阳的中间就是光耀 然后,四周围有火 然后,在周围有光辉 所以围绕神的上半身 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 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 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 为什么讲红? 红就是预表神的信实 因为红什么时候,第一次出现 就是红亚这个方舟 洪水之后,神就在天上立了一个记号 就是红 那时候,第一次人就看到说,这什么东西? 神说,这叫红 红是什么意思? 神说,他立这个记号,保证 以后不再用大洪水来毁灭人类了 所以,每次快要下雨了 如果天上出现这个红 就是在提醒上帝说 OK,当初你就给人应许了 不要用洪水来毁灭人类 所以,这是给神一个提醒 但是,等于是也给人一个记号 表示神是一个信实的神 祂是守约,是慈爱的 所以,当我们看到神的宝座上面有红的时候 表示说,神是一位信实的神 那怎么解释海啸? 海啸,它会淹死一些人 不少的人 还有,这个地上也会发生山洪爆发 还是有洪水 但是,都是只是local局部的 但是,它不会像当初的挪亚大洪水的时候 是毁灭天下 所以,下一次要毁灭天下,是用什么?用火 不是用水 以西节在这个地方,看到神的荣耀 这个有一个特别的启发 以西节因为被掳,他就远离了圣殿 他没办法进他祭司的职份 本来他25岁的时候,应该要实习了 30岁要开始担任祭司了 但是25岁,他被掳 30岁,就是现在 他本来应该要圣殿里面 本来要当正式的祭司了,结果没有 所以,他心里头非常的惆怅 非常的郁闷 但是,这个时候天向他打开 他居然在被堵之地,看到神行动的宝座 这个宝座下面有轮子,是在行动的 所以,他让他非常的惊讶 他不在圣殿,但是他居然可以看到神的宝座 所以,这里他看到什么?又看到红,表示神是信实的神 他看到信实的神怎么样? 还是眷顾着以色列家,在外邦站坐以色列家的圣所 虽然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去了 但是,神不是把他们撇在那个地方 在这里,他居然看到神的宝座 反过来讲,在耶路撒冷的圣殿 因为以色列人犯罪,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 成为一个空壳子 所以,在耶路撒冷那边,还有一些以色列人 他们本来想说,神的圣殿在这里 所以,神一定会重新复兴我们的 有一些假先知也说 那些被掳的,马上很快就会被释放回来的 因为神的圣殿在这里 神不会把祂的圣殿撇下不管的 不是 后来,神让以希姐看到的异象就是 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 离开圣殿 但是现在,神的宝座在哪里? 在巴比伦 所以,这个是让以希姐非常惊讶的 因为他是最在乎神的圣殿 在乎神的居所的 居然,神的圣殿,神的宝座,现在在巴比伦 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异象 以希姐的服事,他的层次就被提升了 他本来是祭司 虽然他没有真正的去上过一天班 但是,他本来的呼召 他本来好像是说,生下来就做祭司了 但是,现在神把他整个服事的层次提升 让他成为先知 先知跟祭司,不是各式祭司吗?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祭司他会在圣殿里面服事 他会天天都会看到什么? 看见那些雕汇的那些基督伯 这个是在圣所里面,祭司在那边烧香 旁边还有金灯台、橙色饼等等 当然,不是每一个祭司 他都可以天天进去这样做 但是,他们可能还要轮流 但是,当你有机会进去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一幕 墙壁上面,会有这个基督伯 我说这个基督伯,应该不是像人的样子才对 不过,有人就这样画 我们就知道说,总而言之 在圣殿里面,在圣所的墙壁上 还有前面的帘幕上面 都会有秀着基督伯 在至圣所里面,更不用说了 除了施恩座上面的基督伯之外 后面还有两个大的基督伯 所以,作为一个祭司 他会在圣殿里面的话 会常常看到雕毁的基督伯 这基督伯还是雕毁的 但是,现在神呼召他成为一个先知 教他看到什么? 他看到真实的基督伯 这个基督伯不再只是画在墙上 或者说雕刻在墙壁上 他看到真实的基督伯 在圣殿里面,大祭司他有荣幸 能够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里面去 他进去的话,里面有施恩座 但是先知他现在怎么样? 他可以看到天上的真正的宝座 在圣殿里面,祭司看到的是很多图像一般的仪式 这些都是预表 所以,在圣殿里面看到什么? 看到火线器、烧香、点灯、还有白橙色饼、还有洗镯盆 还有穿圣衣、还有膏油、还有祭物、还有圣物、还有圣殿 它这里面很多的图像 所以,好像你天天在那边看 但是,你不一定了解它的意思 但是,你就会看到这许多的图像 就好像是,我那时候小时候是天主教徒 去到教堂里面去,就看到说 天主教堂里面,就有很多图画 很多雕刻,就一大堆 你就不知道什么意思 但是,你就会一直看着,等到有一天,你才明白说 原来那些是哪一个圣经故事,哪一个是什么东西 当一个祭司,在圣殿里面服侍的时候 他就会有很多图画性的仪式 圣物是什么? 祭物是烧掉的那些 圣物就是一些碑盘,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甚至于还有祭坛,还有金灯台 这些都是圣物 这些东西,它有它的预表 但是,当他现在被呼召成为先知的时候 这个以西节,它的服饰当中也充满了这种图画性的一些动作 就是叫预兆 包括神让他牙口,让他做一个耶路上的模型 让他侧卧,让他饮食吃很少 还有要剪头发,还有要挖墙 还有除掉锅子的袖 还有他的妻子去世 还有让他把两根木杖合在一起 这些都是一些充满了图像的一些动作 这些动作在传扬神的旨意 这个跟祭司,也是都是图像 两个都是用图像,在那边表达神的旨意 左边,祭司的图像是比较是隐藏的含义 到了新约人才明白过来 右边,先知性的那些动作,比较快了解 因为当他做完这个动作之后 马上就会解释说,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 借着这些动作,让以色列人的印象更加的深刻 祭司,他的服事是遵循现成的规条 摩西规定他们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 这个东西一定要如何如何,照着规定来 但是先知,他是领受新鲜的启示 他不是回去看看,以前人怎么做,所以他照着做,不是 这个祭司是一直follow那个传统 但是先知,一定要有新鲜的启示 所以他跟神之间,是有一个新鲜的接触 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说,一个是仪文,一个是什么? 一个理,一个是理 所以,你喜欢在哪一个当中服事? 你是喜欢做祭司呢?还是做先知? 其实今天,神也是呼召我们做祭司 但是这个祭司是正面的含义,就是讲到说 我们等于是服事神的一般人 是代表其他人在那边服事神的,这个是祭司 我们是君尊的祭司,这是非常好的 但是,如果你要讲到说那种服事的本质来讲 其实先知比祭司,层次更高的是说 先知都是直接跟神之间有接触 从神那边领受到他现在的讯息 他不是只是follow一些过去现有的传统跟模式而已 你一个人可以跟神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你可以做很好的祭司 但是先知就不行了 先知跟神之间,如果没有接触的话 先知就没有话可说了 但是今天,以西节就被呼召成为先知 所以,他现在在灵里面来服事 这个就等于说,这是一个是新约的服事 祭司这个仪文是旧约的服事 所以,以西节他现在发现,天向他敞开了 以前是崩文有主,现在是青年见主